那我們現在就來按電鈴吧 馬上整整節目喔 什麼東西 歡迎收看我們的全新企劃 東橋到你家 我是鮑伯 我是瑋安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東橋好朋友 Chloe的家啦 來介紹給大家看看 台灣人在東京住的地方 今天的主人是Chloe 她住在暮黑區 來東京已經兩年多囉 嗨 請進 那我們就請Chloe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房間的構造吧 所以這就是典型一個人住屋的那個日本的構造 然後就是我住的是1K 所以就是廚房會跟房間分開一個門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廚房 然後這邊是洗澡的衛浴跟廁所分開乾濕分離 那你為什麼洗衣機竟然放在一開門的地方 而且還在室內啊 因為日本人覺得放陽台 其實陽台就是外面不是家裡 所以他們就是不喜歡把家具放在外面 我發現到了Chloe家的廚房還蠻大 因為像我之前住的山豬的那邊啊 它的那個廚房和流理台啊 是沒有中間這個區塊可以料理 它這兩邊是直接接在一起 然後因為我想要可以有個大一點空間可以煮飯 所以就特地跳的這種是有兩個爐子的 然後通常都會只有一個 然後沒有什麼可以切這種些的地方 那我們就參觀一下房間吧 對啊 那我覺得你家還蠻有空間感的 一個人住可能蠻舒適的耶 對啊 因為我沒有什麼家具 就是不想要只有搬家啊 或者什麼的 還要弄很多家具很麻煩 因為丟垃圾要錢啊什麼的 欸Chloe就是你家床怎麼放在地上 沒有用床架把它架起來 對啊 因為其實我有三個床墊 然後我爸媽來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摊開 帶在水地上 然後譬如說我想要利用這邊的空間 我就可以全部把它遮起來 然後推到旁邊 就比較捨空間 不會好像很多東西這樣 那這種日本床放在地上這樣 那其實也是蠻方便可以收 那我家也是就是一個 然後平常就是有要幹嘛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就可以讓空間感更大一點點 那通常來日本人家做客啊 就會直接坐在地上洗地而坐 那原因是因為日本的地板通常是木板地 所以冬天比較不會像磁磚那麼冷 對啊像我都會坐在這邊 然後看電視直板 那在日本住物通常是給空 所以是不給傢俱的 對啊 除非你是住那種學好 他才會附傢俱而已 好 那你這些傢俱怎麼來的 像椅子跟一家是自己買 其他都是朋友 他們要搬家 然後要處理我剛剛媽媽的這樣 好 那我們這邊就簡單問幾個 跟Chloe相關的問題 那首先想要問一下 Chloe當初為什麼會來日本呢 就是因為我想說可以到一個 自己沒有長期住過的國家生活看看 然後挑戰一下自己 當初租屋的時候有設定什麼尋找的條件嗎 因為其實在東京那個租房還蠻強壽的 所以我當時想說不要設太多條件 所以就是最重要的三個 就是因為我是女生嘛 所以就是不要住在一樓 然後樓下一定要有BB才可以進來 就是它是會自動鎖起來的 然後就是要有陽光 比較超難這樣 好那想要大概請問一下 像這樣子的地段啊 還有這樣的租屋的條件 租金大概會落在多少日幣 大概10萬以內吧 然後當然也是因為我這個房子 可能比較舊一點吧 20000以內 然後看房屋大小 價錢都會有差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在 國外身為一個外國人租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擾或者是 什麼樣的經驗可以分享 其實剛開始在找的時候 他一定會問你 房仲一定會先問房東說 這是外國人你能不能接受 那不能接受他就是不用看了這樣子 那你能看的房間數就會比較少 再來就是我剛搬進來的時候 才發現說他其實沒有掃乾淨 然後馬桶還壞掉 我就直接擺到一根房東講 然後他就叫我自己處理 然後是我後來請一個日本朋友 然後幫我跟房仲打電話給房東 房東才願意再幫我來就是修 跟清招一次 那我們現在人在澀谷啊 想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當初會選擇 離澀谷這麼近的房住呢 之前就是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我想離公司很近 然後走路就可以到 因為有時候颱風下雪 還就沒有電車 又不用緊電車很快就可以來到故事 然後再來就是澀谷也是上口線 一個很大的站 所以去機場那裡都很方便 那蔻谷啊從澀谷走到你家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大概15到20分鐘吧 看你的絞成多快 然後走路上下班 現在走去澀谷會經過神泉 這邊有很多好吃的餐廳 那你有吃過或是推薦的嗎 有啊我現在要帶你們去 我最常去一家居酒屋叫馬鹿 GO 那你為什麼會推薦我們這家 感覺很可愛的小店呢 因為之前我都會走路回家 然後就一直經過 然後覺得這邊的那個菜店啊 都很精緻 然後那個老闆人員蠻好的 然後飲料很多種 吃飽啦那可惡的帶我們去走走吧 GO 欸Chloe我們走一走來到一個有點幽靜的區域 對啊因為這邊快到我家了 是個住宅區 雖然這邊是住宅區 但是還是有一些少商店啊 然後一些小餐廳什麼的 生活機能還是不錯 那Chloe平常有自己煮飯的習慣嗎 有啊所以我都來後面只是有超市來買東西 那你都煮什麼 我都煮Shop跟滷肉飯 車飯差也太大了 謝謝Chloe送我們到車站 今天很開心可以到你家玩喔 謝謝你們在我家玩 那我們記得去拜訪下一個家吧 我是寶寶 我是文 我是Chloe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